上涨指数盘从创出了一个本轮调整的新低 2777.47点 尾盘收红 但是今天的绝大多数个股是上涨的 虽然成交量只有5300多亿 但是它毕竟是这么多股票上涨 还是好事 毕竟我们小散户又回了一口血 那么怎么看待这个行情 是稳住了呢 从明天开始就开始上涨呢 还是怎么判断呢 齐明明确表态 这个结论下的有点为时过早 今天呢有几个问题需要明确的说明 我们给一个结论 这地方如果得要看明天 看明天出现几个条件 那我们就可以理解为这地方已经齐文 如果不符合这样的条件 那我们就不能动 今天没办法下结论 我先把今天走势的不进言议的地方给说一说 第一呢我们说好的地方肯定有啊 接近4000只股票在上涨 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啊 上涨的质量高吗 不高 为什么呢 大涨的股票很少 另外板块很比较散乱 除了像什么游戏呀 传媒呀 原计算呀大数据等几个小板块之外 主流板块涨的非常的少 就是说真真真正的就是有资金大量入住的这样的板块 基本是没动 以微盘股和2000为代表的这样的小盘股上涨的比较多 所以说呢还不是大主力的行为 如果要是大主力这个成交量这个成交量肯定是不行的 我们说这个地方说是上涨的质量是不够的 再有呢就是它没有形成合力 合力是啥呀 你看只有在尾盘有了一点点合力 盘中呢都是只要银行跌个股就涨 银行涨个股就跌 形成了翘翘板的效应 另外我们发现啥 今天呢拉升上涨指数的 是尾盘是护身300 跌穿这个点之后跌穿2800为2780点之后出现了护盘的资金 护身300是大量的买入的 还好证券也开始买了 大家我要说一说证券 证券在这个是有起稳的可能的 但是我认为它还要蹲一下再起来 比较靠谱 所以是要密切关注成交量上的变化 综合总等情况看 这主流板块启动的力度不够 必须形成合力 力度够了之后才能是我们的上车信号 那么明天是什么样的上车信号 今天呢很明显有一个好事 就是这个日线级别的顿化守住了 守住之后呢 明天只有一天的机会了 明天这个指数啊 只要是不用跌呀 它不涨这个顿化就消失了 倒不是说这个顿化消失之后 我们不能找上车位置了 但是这个位置就很难找 没有技术上的依据了 只有放量大阳线的数据了 这个地方必须要出现一颗放量的大阳线 有力度的阳线 伴随着成交量的放大 这个地方成交量呢 一定要超过这个地方 这地方是8月30号那颗 8月30号这个量是3841日 实际上午是放量 实际要我说得达到4100亿的上方 大家要注意啊 这个的量要前半小时 假如明天上午的前半小时到10点 成交量能放到1200亿以上 但是这是上证指数的量 才能判断这个量够了 伴随着板块以及个股的涨幅达到一定的要求 我们一说这个地方是有可能直接就起稳了 起稳之后这个行情就是可期待 上证指数就这样去判断 那么其他的两个指数呢 大家你实际看这个深层指 基本就是收的是运线 它也可能理解为这个是调整突中的一个小的反弹 还有包括创业板可能都具备这样的特点 我今天呢给大家画一下 就是这个15分钟的就这种整理形态 你要画一条支撑线 如果往下一破跌破这个低点 那就顺速进入到防守 除非它明天直接放量往上去突破才行的 这个东西呢我们也画了一下 如果它缩小的时候 它这个地方的中枢很关键的 创业板1600点这个关口 还是要必须过去的 过去才能进入到上升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我认为在经过了77天下跌和今天升 因为今天创了新地位 77天下跌之后 这地方一定要出现一个有力度的阳线 才能出现上车信号 否则的话呢 就要出现快速向下下跌 也能跌出一个左侧底 总而言之 我们要看明天的情况 再说今天下不了结论 明天上午10点20 我们直播间再见